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武林豪节目 无花无酒除作甜 那一听这首诗 大家脑海里立马浮现的 一定是周星驰主演的电影 《唐伯虎点秋香》 那这部电影 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看过 以至于到今天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 像九五二七旺财 华安十六姐 这些经典的角色 还都历历在心 很多朋友随口就能说出 几句经典的桥段 比如含笑半步颠 十字追魂棍 还我票票全等等 电影里的唐伯虎 本来已经有八个美貌的老婆了 最后还是靠卖惨进了画府 终于娶了第九个老婆秋香 当年这个电影实在太火了 以至于在我们的印象里 周星驰就是唐伯虎 就是那个风流倜傥 才华横溢 放浪不羁 妖缠万贯 而又诗化双绝的江南四大才子 然而当你真正去看 历史上的唐伯虎 他简直就是电影的反面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可以说他是明朝史上最悲催的文人 他是才子 但不风流 才华横溢 去屡遭厄运 唐伯虎名字叫唐寅 伯虎是他的字 我们今天都习惯叫他唐伯虎 由于他后来归依佛门 所以又号六如居士 现在很多人说唐伯虎的名字 之所以叫做唐寅 因为他是银年银月银日银时所生 所以叫唐寅 其实不是这样的 唐伯虎生于成化六年二月初四 即更银年鸡某月魁丑日 他的家乡是小桥半流水 画船听雨棉的人间乐土 苏州无限 而且他们家也不是什么官二代 富二代 他爹就是个开酒馆的 家里不算富裕吧 但也衣食无忧 说起来像唐伯虎这样的大才子 我们总是习惯于给他编一个 少年聪慧的故事 但他的好友住之山回忆说 唐伯虎诱读书 不识门外揭墨其中意义 有一日千里其 就是说唐伯虎啊 并不是那种小时候就很聪明的孩子 甚至还有点傻乎乎的 整天只知道闭门读书 连家门外的街道呢都不认识 然而十年的寒窗苦读 终于给唐伯虎带来了回报 十六岁那年 唐伯虎顺利考中了秀才 到了十八岁的时候 他娶了第一任妻子徐氏 这大抵是一个好的兆头 似乎美好而平静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然而到了洪志七年的秋天 先是唐伯虎的父亲病逝 紧接着他的妻子徐氏 也一病不起 没过几天呢就死了 为了弥补父亲生前的心愿 唐伯虎将妹妹给草草嫁了出去 没过多久 母亲又病逝了 这还不算完 母亲刚走这又传来妹妹在夫家自杀的消息 这父母双亡妻子去世 妹妹自杀 一连串的噩耗让唐伯虎几乎要崩溃了 这正是所谓的家破人亡命运轻压 可以说唐伯虎是遭受了人生最大的打击 这在一般人身上早就崩溃了 可他是唐伯虎啊 他的悲惨命运远远没有结束 还有更悲催的人生在等待着他 洪志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498年 唐伯虎参加湘氏高中应天赋湘氏第一 一时风光无限 人称唐戒元 到了第二年唐伯虎进京会试 他离开南京城的时候 所有文化圈的大小名人大妹子小媳妇 都是夹道相送的 真是锣鼓喧天采旗招展啊 唐伯虎在进京赶考的路上 认识了一个妥妥的富二代徐晶 这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他居然买通了主考官陈敏正的管家 利用管家偷出了考题 偏巧那一年会试的题目出的极为冷屁 考生们大多答不上来 而唯有唐伯虎和徐晶的卷子 打得入情入理文采飞扬 结果一时舆论化然说有人作弊 朝廷呢便开始着手调查 而作弊的自然是徐晶了 事情败露后 徐晶大把撒钱疏通关节 也没啥大碍 而唐伯虎呢 无端受到牵连被捕入狱 此后更是被削去市集 终身不能参加科考 这出狱后的唐伯虎沦落到了 海内以淫为不齿之事 知语不知皆知而拓的地步 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嫌平爱妇 和他离了婚 更有甚者 连佣人也对他动辄顶撞 使他在精神上备受打击 心情十分低落 后来他远离家乡 遨游名山大川 这时南昌的宁王朱晨豪正蓄谋叛乱 他知道唐伯虎的才情 于是慕名聘请 等唐伯虎到了南昌后 发现宁王有图谋作乱的迹象 就伪装癫狂又被宁王遣返顾理 从此唐伯虎就断绝了 仕途幻海的念头 而潜心于诗画艺术 穷困潦倒之际 他以给人写文章和卖画为生 过着不一素食的倾苦生活 但他洁身自好 从不巴结权贵 他有一首诗 不练金丹不作禅 不为商骨不耕田 闲来写就青山脉 不使人间造孽前 后来唐伯虎在青楼里认识了一个官妓 叫神九娘 九娘很敬重这位才子 为了使唐伯虎有个绘画的良好环境 他把闺房收拾得十分整齐 唐伯虎画画的时候 九娘总是给他细艳调色铺质 红袖天香 那唐伯虎有了这么一个好伴侣 画意是越来越精道 他画的美人大都是从九娘身上体会到的风姿神采 九娘见唐伯虎不把他当作官妓看待 也就越发地敬重他 天长日久 两人就产生了感情结为了夫妇 过了两年 九娘生了个女儿 取名逃生 到了1509年苏州闹水灾 唐伯虎的画虽然画得好 但是灾荒年月 谁还买他的画呢 唐伯虎曾亲口对朋友 哀叹道 上好良田无人买 谁肯够我画中山啊 当时一家人连柴米钱也没有着落 家里的生活全靠九娘苦心称齿 最后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了 唐伯虎请来医生 医生诊断后说九娘已经病入膏肓了 此时唐伯虎尽力服侍九娘 也没心思写诗画画了 就在1512年的冬至前 九娘紧紧握着唐伯虎的手说 惩你不弃 要我做你妻子 我本想尽我心里理好家务 让你专心于诗画成为大家 但我无福无寿又无能 我快死了 望你擅自保重啊 听了这番话 唐伯虎禁不住泪如雨下呀 九娘死后 唐伯虎带着刚刚五岁的女儿逃生 在他自建的住所桃花屋里 过着艰难的生活 1523年12月2日 唐伯虎在贫病交价中去世 享年54岁 桃花屋里桃花安 桃花安下桃花县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摘桃花卖酒钱 酒行只在花前坐 酒醉还来花下年 半行半醉日复日 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见 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臣马族富者去 九斩花枝贫者园 若将富贵地贫贱 依在贫地 依在天 若将贫贱地车马 他的驱齿我得闲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武林豪节目 无花无酒 除作天 我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